我們要聽到33號 爸媽的錯誤觀念 讓孩子有苦難言 我爸受傷的時候 他都是滴雙氧水 然後他說 就是好得越快 我媽媽小時候就告訴我說 泡泡越多代表細菌越多 對 而且你只要忍過那個痛之後 後面就是一片晴朗的 黃醫師請幫我們解答 雙氧水或者是優點這些東西 反而會讓你的傷口愈合變慢 那我們用了這麼多年 白痛了 被騙了 發燒那個汗逼出來就會好了 就退燒了 對 然後明明就很熱 他就要給我看雨柔外套 汗流光了 燒就退了 大錯特錯 小心 你把他悶在裡面 他溫度一直上升 有些人特別 一直都會進來 以前我們嘴巴有破洞說 我媽媽叫我拿鹽巴去擦它 不是… 用鹽巴去弄你的傷口 就是把水分吸出來 就是脫水這樣而已 所以那個方法是錯的 悠悠白痛了一次了嗎 媽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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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Narina 我是Narina 歡迎收看小宇宙 小宇宙小宇宙好 小宇宙好 小宇宙好 其實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有一件事是講說 是不是父母親就是活的年紀越大 他知道的知識就會越多 還是他只是以老賣老 對 有些時候當你以為你知道的知識 可能都是錯的喔 你好激動喔 因為有些時候會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 小朋友的時候 每次還想說 爸爸媽媽常跟我說這個 說那個說這個說那個 然後真的他們都對嗎 然後我們都會對父母親的一些 說法感到很多懷疑 有時候心裡會有點不平這樣子 對 所以要是你是有幸 要再看到這一集的青少年朋友 沒有錯 去幫你爸媽拉過來 一起看這一集 對不對 我們來幫你溝通 對 因為有一些觀念 說不定父母親是錯誤的 因為現在觀念來自各種地方 對啊 隨便可能網路上 這是來自上一代的上一代 就各個地方 古老的說法 對 但是有些其實搞不好是錯的 好 好不好 來介紹今天的語蕙嘉賓啦 今天我們請來三位 演藝圈的家庭主婦 一起來討論哪些觀念 竟然是錯誤觀念呢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吧 以上的三位都算是今天的余副代表 今天 你們要不要講喔 不要問是喔 不要問是喔 會不會他們可能有一些錯誤的觀念 搞不好你們是余副當中的 你知道聰明嗎 我們都是對的 來 來看看等一下有六個 如果看你們有中幾個 好 來 就可以知道了 是 希望你們今天的精通好不好 私底 那是我們的老公如果錯誤是 那個觀念是錯 我們也可以爆料 對 這也不錯 對 也可以 好 接下來這兩位 算是今天的知識家 算幫我們解答的 而今天也請來兩位專家 來替我們解答 為何這些是錯誤觀念呢 開始啦 我先來問一下這位的 這個蕙蕙宙聯盟啦 你有沒有覺得說 爸媽有哪一些話 然後讓你覺得很懷疑過的有沒有 每次斷跑考不好 我媽媽就會威脅我說 如果你再不好讀書 你就要當工人 但是像蕭敬騰跟吳寶純 他們也沒有讀什麼書 但還有很大成就啊 你這樣講我們該不知道怎麼講 真的 就是媽媽小時候 真的媽媽都會這樣 對 可是像他媽媽敢這樣 直接講工人 像我不敢耶 你知道嗎 因為就是又會怕說教育當中 你知道嗎 工作是不分尊貴的 所以像我那時候就遇到 我兒子四歲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有一天 我就開車嘛 然後他就覺得 你知道倒垃圾時間到了 然後收垃圾的就來了 對 然後他就看到大家一直在倒垃圾 那個扛垃圾工人就很辛苦 他就說 媽媽啊 倒垃圾好辛苦喔 我就說對啊 所以我們就是要環保什麼 我以為要跟他順便教育 結果他接下來就說 對 他絕對想要分擔他們辛苦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會說 沒有那個 你真的你力氣要很大 你還要扛垃圾喔 你知道 還要注意 然後有一次也是到那個捷運 那太陽超大的 然後那個 正在搬捷運 那個搬鋼鏡你知道 然後我兒子也是說 媽媽他們好累好辛苦 我說對 就是其實他是很有愛心的意思 但我到底該怎麼辦 他身長很好啊 這個要好好講 他是覺得他們很辛苦 所以他長大之後 他要分擔他們的辛苦 其實你真是心地很善良 心地非常善良 但是就 但這個也是教育 你看如果當時他說 媽媽他們搬垃圾好辛苦 你就說 媽媽跟你說 下次垃圾車一來他說 對 我爸爸說你們都沒得過 沒有 他說你真的很聰明 這就是我很害怕他這樣 對 這個的確 但這個不一定啦 我覺得因為很多當工人 人家學歷搞不好也很高啊 對啊 很難說啊對不對 其實 反效果很大 第一個就是 父母經常威脅講出來的話 是後來做不到的 譬如說你再不好吃飯 我就把你餓死 我把你送到非洲 其實是做不到的 那當小孩子聽到說 媽媽爸爸威脅的話做不到 那其實爸媽在小孩心目中的那個信用 就一點一點一點的這樣 對喔 第二個壞處就是說 假使這樣的威脅管用的話 那想想看 小孩子為什麼會聽你的話 因為他這次被你嚇到嘛 那所以他聽的話是因為 並不是因為他愛你 更不是因為你的道理說服了他 所以這樣 出於懼怕的 對 不是心甘情願 不是真的 不是心甘情願 當他有一天 他就會對抗暴政 所以我們要來問一下 前面這三位媽媽 曾經在你們的教育過程中 有用過這種威脅的方式嗎 曾經就是恐嚇我女兒 然後到警察來 第一次長那麼大 第一次警察來我們家 真的來了 因為你知道我女兒 是那種個性很倔的摩羯座 她有一天我還11 她那三四歲的時候 我還11點多 她就跟我說 媽媽樓下Hello Kitty的店關了嗎 我說關了 我要下去看 我說關了 已經11點關了 我就是要下去看 我說媽媽跟你說已經關了 她就一直哭著 要我帶她下去看 然後這時候媽媽 最好的一個人物 警察叔叔出來了 媽媽都會說警察 對 我就跟他說 你在家我要打掉給警察 他說不要打給警察 我說我要打給警察 我就拿了電話 我說警察先生 我們家這邊有個小朋友 他現在11點多 他還要下去 然後你知道我還11點半 我女兒就開始狂哭 不要打 不要打 哭到12點的時候 哭累了 我說好啦 那警察叔叔 我女兒現在沒有哭囉 我就掛了 我說好 睡覺了 這個時候我們家門鈴 叮咚… 我想說晚安12點 誰來敲門 我就跟我老公 還牽著我女兒三個人 這樣很幸福的 一去開門 一開門看到那個 警衛帶的警察 真的警察出現了 真的警察來了 那女兒應該當場 妳就尿出來吧 我女兒 我們三個都嚇到了 你知道嗎 他說 那個王先生不好意思 因為你們對面 有住戶報警說 孩子在哭了說不要打 這樣嗎 媽媽妳不要打 妳要打 不要打是警察這樣 對 對 你知道多尷尬嗎 鄰居也不錯耶 鄰居也滿熱心的 然後我老公就說 不是就跟他講了一個原因 他說 不是啦 因為他一直在哭的不要打 那我們警察出來了 我們還是要請你在上面 一定要做一個紀錄 對 一定要做個紀錄 請你在上面簽 我第一次在那個板子上簽名耶 妳說是滿特殊的地方 那算是 對 然後我就發現 有時候恐嚇要看時間 像這種威脅的 莎媽也會是妳的招嗎 莎媽 這一定要的 小孩子沒有威脅 怎麼會長大呢 那怎麼威脅的 我都跟他們說 你最好乖一點 這樣子 不要一直吵著要出去 要出去 如果跟同學出去 萬一路上被綁架 或者是什麼的話 我都跟他說 你如果被綁架 警察打電話來 這很嚴重… 這很嚴重 所以這個邱欽醫師 雖然妳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恐嚇不是一個好方法 可是如果不用恐嚇 感覺上大家就無計可施了 好像就不怕耶 其實我覺得可以用 另外一個方式來代替 叫做命令 就是說 你這個電動玩具 或者你這個電腦 只能玩到10點50分 10點50分 我一定關 我一定關 用命令的方式 你不要用恐嚇 所以如果你不關就怎麼樣 反過來你要告訴他 我什麼時候我一定關 用這種命令的方式會比較好 那如果說我們講出的是恐嚇 但是是可以做到的恐嚇呢 例如說你如果不關 我就把這個電腦砸了 這個… 可是這有可能是砸 你知道心一狠你就砸了啊 如果你不知道 我就餓你一餐 你一頓飯不能吃 類似這種有可能做到的呢 我覺得要做得到才能講 我女兒在吃飯時間在看書 我老公就跟他說 你現在要吃飯不要看書 他說我想要看書 然後就兩個人在爭執中 我老公就跟我女兒說 你在看書 我就把捏書統統丟了 然後我女兒就二話不說的 進房間 把那一套99本書拿來 放在垃圾桶旁邊 他…這麼硬啊 請問這個時候 超酷的 爸爸是要丟那99本還是 要丟 我覺得要丟 東西講到這樣 你還這樣子做 丟完午夜再撿回來 沒有 這樣用眼就對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 有幾個任何父母親的觀念 我們來看一下 究竟是正確還不正確好不好 好 第一個 起床要把棉被折好 這個我們從小被念到大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對 一定要的 各位小宗聯盟你們常常被 家人這樣要求嗎 有嗎 早上起來如果沒有折好棉被 他就會很生氣 然後用韓語一直罵… 罵一整天 罵什麼 他就會說你這樣子 有客人來怎麼辦 被看到怎麼辦 以後架出去會被險耶 那你不喜歡折棉被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就覺得晚上也要睡啊 那為什麼長起來這樣 而且也沒有人在看啊 是被要折成怎樣 就是要像豆腐乾那種 要折整起來 所以我們這邊有要求折棉被的 我來問一下我們這個家長代表 幾位也會要求自己的孩子 要折棉被嗎 一定要折啊 一定要啊 為什麼 很多沒用耶 這是好的生活習慣 就像你起床要刷牙一樣啊 好 皓然會覺得要折 那莎媽妳也覺得要折 一定要折 就跟吃飯一樣啊 你不能說我等一下要吃 我現在就怎麼樣 不行啊 一定要折啊 你兩個說我晚上還要睡 我不用折 晚上再鑽進去就好 那你們說的折是說 也是要這樣 就是折得整整齊齊嗎 四四張方 還是說只要不要那麼好 這樣折起來 三折 就不用這樣這樣睡起來 你弄在那邊就好了 但裡面只有圍林 妳是折的東西 我沒有耶 而且我都是被唸的那個 因為我們家老公 不但規定兒子 要規定我要鋪啊 所以呢 我昨天大概有看到這一題 就立刻拿給他看 我說你看專家說的 起床不要去折棉被 對 這個因為我們今天是第一個 就是說是錯誤觀念喔 對 起床折棉被是一個錯誤觀念嗎 是 多好 什麼... 為什麼錯誤 當你晚上 一整個晚上蓋著棉被睡覺的時候 你身體蒸散的水分 通通都悶在裡面 對 一大早 對 這個濕氣被這個棉被吸收之後 你一大早你又把它折折疊疊 把它悶在裡面 其實裡面長的黴菌跟塵蚌 反而會增加 是不是 所以是不是應該把棉被 這樣攤開來 對不對 所以一個折中的方法 我真的很厲害 我真的衛生習慣不好 但我概念真好 真的 不是說真的 因為我都會要求我老公 你是一定要把棉被就是 棉被是這樣蓋嘛對不對 對 那早上起床的時候 把它這樣打開來 換面就好 就是整面把它打開來 或是就是翻一半 至少一半 至少你身體軀幹 不過你要把它分開來 你看 就是對折啦 對 就是往外折出去就對了 對 我真的都是這麼折耶 所以黃醫師 這個觀念是對的 是對的 所以這樣也可以兼顧整齊清潔 因為你把它鋪好之後 看起來也是滿乾淨的 但是你把晚上悶的那一面 其實暴露在外面 可以把它的水分增上去 那這樣子 國軍看到這一段 不會覺得很不開心嗎 不會 國軍他們這麼辛苦 應該沒有在在意塵蠻吧 不是他們要被要求 要折四四方方這樣子耶 對 折了一下豆腐 國軍如果連塵蠻都怕怎麼打仗 對 對 這樣一講 國軍根本 那他塵蠻都沒在怕的 所以最好方法是 我們早上起來就直接這樣 有沒有 那就不要管他啦 他就整個 沒有 也算是要九省期啦 可是你蓋住也不行 他就分住 也是要打開來 一定要打開來 早上起來就把它整個就打開了 對 要打開來 好啦 這個算是專家告訴我 不是我們講的喔 有道理 有道理 拼出來好不好 接下來 還有一個錯誤觀念是什麼 受傷害用 雙氧水消毒 這不是我們從小都這樣子啊 真的 沒有沒有 問一下這個蕭宇宙聯盟啦 你們也曾經 家裡是這樣跟你們講的嗎 之前騎腳踏車 摔傷 然後呢 爸媽就是用雙氧水消毒 好痛 那痛爆耶 對 然後我覺得跑滿快的啊 妳覺得痛完之後就會好 對 我爸受傷的時候 他都是滴雙氧水 然後他說越痛就是好得越快 因為不是會冒泡嗎 對 他說那就是 消毒殺菌 對 他說那是消毒跟殺菌 然後很快就會長肉結痂 然後就可以把那個夾摳掉 然後就好 小時候媽媽都說 那個酸牙水在起泡就是 你看他們在作戰 然後就有這樣灰塵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你看的時候 也會覺得滿過癮的 對 但是很痛到真的 好痛 但這個是錯誤觀念嗎 沒關係 我們先問一下 幾位你們覺得呢 我媽媽小時候就告訴我說 泡泡越多代表細菌越多 越毒了耶 而且你只要忍過那個痛之後 後面就是一片晴朗 莎媽妳覺得呢 我不會用酸牙水 因為我曾經自己有破皮 妳用醬油對不對 沒有 沒有啦 米土 那個酸牙水擦下去 我跟你講那個肉都會變白的耶 那怎麼辦 所以我沒有 我都用那個棉花或者是那個 衛生紙用乾淨的水 就是說溫開水還是什麼 把它沖洗乾淨之後 我都擦要膏要粉這樣 所以莎莎的時候 妳也不會給她用酸牙水 沒有沒有 因為我自己試過 太痛 那個肉都變白的 好像煮熟一樣 對 黃醫師請幫我們解答 好 所以這個答案當然是不對的 不只是雙氧水消毒是不對的 連優點消毒也是不對的 對啊 大家覺得 怎麼會觀念改這麼多 的確啦 這個觀念也是這幾年來 我們開始去反省 因為雙氧水或者是優點這些東西 反而會讓你的傷口愈合變慢 而且更不好的是 如果是用優點它還會染色 所以你的傷口之後會有色素的沉點 那我們痛了這麼多年 白痛啦 別騙啦 沒錯 就是我們先把髒東西沖掉 你看看你現在如果擂殘 然後你去急診室 急診室就是用大量的水 一直沖 一直沖 把你上面的所有的沙子 一些髒東西沖掉 沖掉以後就結束了 讓你身體自己免疫細胞 去修復 去把細菌殺死掉 都不用擦任何藥蓋住它 對 這時候如果你用雙氧水去 你剛剛 我剛剛說 這個受傷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修復這些雪小板 白雪球或一些修復的細胞都衝出來 結果你雙氧水一下去全死光 所以它反而延後 它癒合的時間 那雙氧水發明來騙人用的嗎 對啊 那差哪裡的啊 因為它其實本來 應該是拿來消毒的 譬如說你今天有這個 一些病菌 那你用雙氧水去消毒桌面 或者是一些 消毒桌面 消毒桌面 小白酒劑 消毒是用酒精 不是 因為說它在身上 等於你連自己的細胞 什麼都殺掉了 所以是不好的 對 像弱好壞的細胞一律剷除這樣 但有一件事情是我媽教我 我不知道對不對 就是以前我們嘴巴有破洞 所以我媽媽會叫我拿 鹽巴去擦它 我也是 對 很痛喔 痛完之後 它本來白白的 就變得有點紅紅的了 然後就好比較快 這個是對的嗎 為什麼 請問一下 因為其實你用這些東西 並不會加快它癒合的時間 只是讓你變痛而已 比如說你用鹽巴去弄你的傷口 就是把水分吸出來 就脫水這樣而已 但其實對於那個傷口 有沒有消毒的作用 你想想看 如果鹽巴有消毒作用 我們會鼓勵大家 用鹽巴洗手啊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聽過這件事 對 鹽巴洗手沒有什麼消毒 所以那個方法是錯的 有 有白痛了一次了嗎 媽 誰去那 好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還有其他的觀點錯的喔 發燒了 蓋棉被逼出汗 趙薇多聯盟 家裡沒有曾經這樣對過你們嗎 就因為我半夜會踢被子啊 我媽就來趕快把那個被子 蓋好緊好緊 還把我包住像包手槌那樣 然後她就說 那個逼出汗什麼 發燒那個汗逼出來就會好 就退燒 對 然後明明就很熱 她就要給我穿羽絨外套 因為感覺到小時候覺得說 你多喝一點水 然後把自己包一包出汗 這樣體溫就會下降 對 好 這個我不知道 這件事情我自己也覺得 我現在到現在都還會這麼做啊 到現在還這樣 對 現在也是這樣啊 是嗎 因為我有印象以來 每次發燒老人家 就會蓋好幾床棉被 而且很多發燒的時候會發冷嘛 那在發冷的時候 你被子就會蓋得越多 然後一直蓋到你汗流光了 燒就退了 所以我女兒兒子到現在發燒 我也是這樣給他蓋 也沒有出人命過啊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有 我從小時候是這樣蓋 裡面被很多對不對 然後找人家帶有一次 我就發燒發很嚴重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的一個女朋友 她就去網路上面查了一個方法 就在我身上塗了很多的酒精 然後我就快要冷死 降溫啊 可是好像這個方法也是可以 我不知道 太冷了吧 這個問一下醫師 那應該是真心的 沒關係你還活著 那到底還活到現在 這個是錯的喔 是錯的 因為你塗酒精之後 你表皮的微血管收縮 你反而散熱變慢 所以反而 所以你發燒應該是要 盡量讓它散熱對不對 對 所以發燒其實有兩個階段 這個觀念錯的 是叫做 因為當我們在退燒的時候 我們就會大量的冒汗 所以大家就會有聯想說 那就是因為冒汗 所以退燒 不對是相反 所以這個狀況下 如果是在胃寒的時候 媽媽我好冷 當然多蓋幾床棉被是OK 媽媽我好熱 都不行 我給你避汗 小心你把它悶在裡面 它溫度一直上升 有些人特別體質的會熱精暖 像我也是後來 那如果我現在已經是正在高燒 然後卻不想吃藥 那要怎麼辦 冰敷嗎 說老實話 如果你今天都不吃退燒藥 你的溫度還是會上上下下 因為你身體其實會去調節 只是那個波動會很慢 譬如說你燒了一個早上 然後終於退了幾小時 又再燒起來 那吃藥只是把它那個 那個速度加快 加快打斷而已 那其實 如果你今天不是靠吃藥 其他外在的 包括冰枕啊 退熱天啊 洗溫水澡啊 都是外在讓你比較舒服 但對中心體溫是沒有影響的 所以你不會因為你睡冰枕 你就會降溫 不會的 你只會自己感覺比較舒服而已 所以發燒的時候最好的就是 你能做的就是讓它好過一點 對 它子時冷就蓋多一點 子時熱然後就脫掉擦汗 所以這樣講其實說 就算泡溫水澡不會幫助你退燒 但是至少你會覺得舒服一點 舒服一點 如果覺得舒服就去做 對 這OK 對 接下來看一下第四個 這個 年紀還小不適合會懷念 這個不適合 這是錯誤的懷念嗎 沒關係我們的心理醫師在 我們問一下各位同學 你們覺得說爸爸這個觀念 是對的還是錯的 圈差 覺得差的 我們來回答一下 你覺得爸爸媽媽錯在哪裡啊 現在清雲你打了一個圈 你覺得這關鍵是OK的 因為我覺得 為何你自己自發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你自己都沒有這方面的想法 對啊 對啊 而且就是有時候看到電視上就說 譬如說女的要跟男的分手 男的就不高興會拿刀來殺你 然後有一些命案這樣 這真的很恐怖耶 已經被爸媽恐嚇了 可是電視上這麼多 我自己還是會害怕 所以這是爸媽跟你講的 還是你自己想的 電視看也有很多啊 爸爸媽媽也有跟我講 也會提醒你這些這樣 所以你自己都沒有 想要談戀愛的心情就對 很小的時候我也會想過 可是長大後一直看電視 就看到那麼多這種案例 我就覺得現在還不要好 好 那仔仔呢你十一歲 但是你也是打了一個XX 你覺得 我年紀小玩是要談戀愛啊 年紀小談戀愛也不會怎樣啊 頂多在學校 在學校都談戀愛 也不會影響什麼東西啊 頂多也不會做一些什麼東西啊 因為還小嘛 喜歡 還小 對 還小 可能有一天萬一你不小怎麼辦 你就開始會做些什麼東西了 我不會都往人家都互相喜歡而已啊 都很小 只是單純性的互相喜歡 對啊 長大後不可能再一起嘛 所以小時候談一下 戀愛也沒關係吧 長大後不可能再一起 對 為什麼 你真的什麼不負責任的納豆心態啊 真的嗎 一直 就難說嘛 說不定你現在認識 搞不好以後跟你就一度這樣 親妹竹馬 對不對 親妹竹馬 那以後有可能遇不到啊 好啦 但是至少你這樣覺得 那喬姨呢 喬姨你也是覺得說 年紀小可以談戀愛啊 我覺得就是要 就是要多多嘗試 有多一點經驗 之後才不會被騙啊 對 像有的沒經驗的人 第一次談戀愛 就遇到一些瓶頸 然後就要去自殺什麼的 所以你覺得 你贊成幾歲的談戀愛呢 我覺得高中吧 高中吧 可是你自己 所以你自己還沒到談戀愛的年紀啊 是沒錯啊 可以小小的啊 就喜歡的那種 先從就是男女互相欣賞 然後慢慢進階到高中就 你覺得可以交男女朋友 你交過幾個男朋友 一個而已啦 就談戀愛經驗嘛 對不對 那張子昀 我也是覺得 我也是像她剛剛講的那樣 需要一點經驗 不然你可能以後 你擔心被騙就對了 不是 你可以擔心被騙 沒有 可能就是女生 女生可能今天做什麼事情 然後你如果第一次談戀愛 他可能跟你撒個角 然後你就好了 其實他根本就 早就不喜歡你也有可能啊 只是不好意思跟你說提分手 就是說其實戀愛這種事情 本來就需要經驗值的啦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一句 你年紀太小你不適合談戀愛 是很多父母親 一定會跟自己小孩子講 對不對 一定都講過吧 對 因為我兒子現在高一 我從國一就開始灌輸他 說年紀太小不要太 因為你們都不知道 很多媽媽擔心的 不是說會影響功課 而是當兩個人相愛的時候 有時候燈光美氣增加 就很容易有更進一步的行為 而且我自己算是找婚 所以我常會用我自己的例子 去跟我兒子說 可是妳沒有過得不快樂啊 先生 不是 因為我當初就是覺得 愛可以勝過一切 結果我很早結婚 很早當媽媽了 是 真心話只有男生 沒有啦 就是很多事情 妳就是還沒有準備好 各方面都沒有準備好的狀況 就組成一個家庭 柴米油鹽醬醋茶 很多事情都是要處理的 對 所以我常會跟我兒子說 那我兒子 他們現在這種年輕人 卻會有種觀念 他覺得說 你知道他們是這樣子想的耶 這個想法 這個這樣想法 是有點太隨性了一點 對啊 就是他沒有把責任想得這麼重要 對 對 我問一下莎媽啦 妳第一次知道莎莎談戀愛 是在她幾歲的時候 她高中的時候 妳有氣瘋嗎 那時候 一定的啊 那妳那時候本來是 希望她什麼時候才可以談戀愛 因為我覺得 妳最少總要妳上了大學 妳的思想比較成熟一點 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大學 那妳還高中 根本都還不懂是 說我難聽到小孩而已 我們要問一下專家 這個為什麼是錯誤觀念 其實這個世界 一半是男一半是女嗎 等到我們到青春期 那個荷爾蒙開始分泌的時候 自然就會對異性 產生那種衝動的本能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父母要問自己 我擔心的是什麼 是擔心小孩子去認識一個異性朋友 還是擔心他跟異性朋友有性行為 這兩個是很大的不同 那其實 當他荷爾蒙開始分泌 或者同儕有一些人 開始已經談戀愛了 他自然就會有這樣子的欲望 想要去認識異性女孩子或男孩子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 父母不適合用禁止的方式 因為禁止的話 你這個本能的衝動還是很大嘛 就被壓掉 壓不太掉 就算你壓得掉 他可能就是鴨子滑水 他就在談戀愛 你附我偷偷來 對 那這樣子父母更難掌握 所以我覺得 比較好的方式是說告訴他 年紀太小 談戀愛要小心 你既然壓不住 你不如就打開這個 對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的經驗 就是我爸一定就是 從小就是跟我說 他狂壓你啊 狂壓喔 壓到真的是 你鬼還恐怖 沒有 就是說他禁止我到 他說大學了才可以交男朋友 那他的理由是他自己自身的經驗 他說他呢 那時候就是談戀愛之後 他什麼就 就是念書什麼都不行了 因為他 我媽媽是他的初戀 據我爸爸說啦 我媽媽是他的初戀 所以他說他大學的時候呢 那時候就偷偷喜歡我媽媽 然後真正談戀愛 大概是在大三 所以他說他大一的時候 那時候還有考什麼預官啊 他就考過了 結果呢 大三的時候還要再考一個 就是更高一階的 什麼高考還普考之類的 我忘了 然後他就認識我媽 一談戀愛之後 就再也沒考過了 所以他把他這個一切之後的那個 其他的不順利的考試 都歸咎在 都歸咎在 他跟我媽媽談戀愛的時候 他就覺得衝昏頭了這樣 所以他就告訴我 從此呢就告訴我說 你如果要念書 你要考高中考大學 你就不准談戀愛 因為爸爸可能之前沒有談戀愛 所以他到了大學那個時候 一談戀愛 可能他真的會第一次衝擊 他才會看了這個花花世界 對 他才會演話 那如果你從國中就開始 可能有在接觸 所謂的喜歡這件事情 所以說不定 你就會不會那麼昏頭 我自己就是這樣說服我自己啊 可是我並不敢跟我爸爸講 而且你知道任拔第一次看到我 我們都沒有見過面 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時候 他就講了一句話 我嚇一跳 他說你要是我女兒啊 當初你結婚的時候 我就把你一腳踹出去 然後我當下愣在攝影棚 這好像我爸會講的話 對 對 然後他每次都一直 他就是不斷的警告 從小就是不斷警告我跟我妹 就是說 然後一直告訴我 還告訴我說 怎麼就這樣恐嚇我耶 這是恐嚇加恐嚇 我覺得戀愛這件事情啊 不能只考慮生理年齡 要考慮心理年齡 這邊要問一下我們小宇宙聯盟 如果說父母親真的非常嚴格的 反對你談戀愛 你還是會談嗎 圈叉 天啊 你看 要談的時候擋都擋不住 前面有五個 有可能很多還不知道 談戀愛是什麼東西的 所以打得差 但博承你知道啊 但博承到十四歲了 你媽媽反對你談戀愛 你就不談 我覺得談戀愛也沒有什麼啊 就小時候 國中的時候就是這個 也不會做什麼特別的事 頭銜而已 對啊 就只是說我是她的男朋友 女朋友 好像也是一個很酷的男生 對啊 你覺得你還沒有搞懂 戀愛這件事情就不要 對不對 搞懂是搞懂 不會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你其實還是覺得想法 你這個愛情也有點怪怪的 什麼意思 沒搞懂那就不要談啊 你不要這種有名無實的戀愛 對 對啊 然後說今天在一起面 就可以分手那一種 你覺得要愛就要認真 有負責任再來 對 好 這是你很成熟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這答案是好 表示說大家其實壓不太住的 那要怎麼做呢 如果你們現在假設 你們都舉圈的人 你們希望談戀愛 可是你們會覺得 那理想中的爸媽怎麼做 你們會覺得 就是同意我交男朋友啊 可是可以 譬如說 好 我允許你交男朋友 但你譬如說你出去玩 不能超過五個小時 或者是說晚上十點以前 一定要回家 是這樣的限制嗎 對啊 都可以規定啊 不然就說什麼 你們不能牽手幹嘛 因為男生跟女生在一起 一定是女生吃虧啊 這也不一定喔 你真的會覺得我挺吃虧的 你吃虧在哪裡 不是 我意思說 為什麼 不是總是吃虧就是 占便宜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五個是什麼 年紀大的要讓小的 當老大超討論聽到這一句 我超討論聽到這句話 我剛剛差很鮮桌 不要攔我 不要攔我 你來就是老大 氣死我了 來 問一下各位 有沒有覺得這句話是對的 還錯的啊 年紀大就要讓小的 絕對應該都是老妖吧 是嗎 露燕妳怎麼覺得這句話是對的啊 因為我是老妖啊 妳看 妳是老妖臉 所以妳覺得就是 大的就是應該要讓小的 對啊 為什麼 大的 就是像媽媽如果給零用錢 一定要給小的比較多啊 為什麼 不是應該給大的比較多嗎 大的比較會花錢吧 就是因為比較會花錢 所以要給比較少 而且她可以自己出去打工啊 所以妳可以接受妳的零用錢 是從妳出生那一天 是一個月一萬塊 然後慢慢遞減 遞減這樣子 對啊 妳有哥哥或姊姊嗎 哥哥一個 妳跟他是不是感情不太好 很好啊 都會偷捏妳 偷捏 好 但妳覺得大就要讓小的 吳文萱妳不覺得 妳覺得NO 為什麼我要讓我妹妹 我們是同一個家庭的啊 為什麼 同一個家庭 我們應該是一樣的啊 同一個平等的 同一個平等的 妳覺得應該要平等 對 玉瑄妳搖牌子 譬如說我們每次去吃東西 然後我就點海鮮焗烤麵 然後媽媽就是點正常的義大利麵 然後因為焗烤不是比較久嗎 對 然後所以媽媽每次都先來 然後弟弟都是跟媽媽吃 然後結果等我來的時候 我都已經開始吃 一直吃一直吃 吃到一半的時候 弟弟剛好就看到 因為他就是低頭玩玩具 他就是低頭玩玩具 然後嘴巴張開 我媽就會把麵送進去 所以等我吃到一半 我弟看到他就說我要吃 所以變成那個焗烤 上面的起司 全部都被弟弟挖走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 那是我點的耶 那媽媽給妳的理由都是 他說弟弟就想吃嘛 你不給他吃他很可憐 我更可憐吧 老妖比較受寵嘛 我一直到有一次 我看到我兒子的一個情緒反應 我才改變我自己 就是因為他常常 你常常念他念他 念到後面變成 妹妹有一天要去房間跟他說 哥哥跟我玩 哥哥就會跟他說 你出去 如果等一下你哭了 我又要被罵 你知道 哥哥或姐姐他就會變成說 我不要跟你玩 也不要跟你太靠近 因為到時候一不高興 爸爸媽媽又會罵我 年紀大得要讓年紀小的 或者是你小的就要讓大的 這個都是不對的就對了 不能因為年紀來講 除非他們是心甘情願的 像我們家哥哥 前一陣子 經常跟弟弟爭一件事情 就是按那個電梯的按鈕 很幼稚對不對 因為哥哥比較高嘛 所以他很早就可以按到 弟弟一直按不到 一直在那邊跳 然後每次都哥哥按到 弟弟就很生氣 然後我有時候就會幫弟弟 我就抱著他按 然後就說是弟弟按的 結果前幾天出現一個 很奇妙的畫面 就是我的老大就會 牽著他弟弟的手 可是他弟弟的手在這邊 他這樣牽 可是是老大按到了 老大就安慰弟弟說 是弟弟按到的喔 然後弟弟就好開心 那其實哥哥也爽到 因為其實真的爽到 沒有啦 哥哥滿有智慧的 哥哥也有種智慧 但是他就心甘情願了嘛 對 心甘情願他就不會覺得 我們父母偏心了 接下來看一下 最後一個錯誤的觀點是什麼呢 愛漂亮打扮 就不會專心念書 沒錯 這個是沙媽覺得 這觀點就是應該要這樣 但是為小宇宙聯盟 你們覺得這一個事情 是對來錯的 愛漂亮打扮 妳就不會專心念書啦 這句話是對來是錯的 全部裡面的差 全部打扮 大家都愛漂亮 我們來問一下 裡面先問功課好的 如以恩 妳都前三名 可是妳覺得愛漂亮還是很重要 對啊 那像Selina姐姐 考上北韻女 妳小時候不會愛漂亮嗎 我跟妳講 我跟妳們分享過嘛 我國中的時候啊 我鏡子都放在這邊啊 然後上課 就看看鏡子 然後看看課上 然後就一直很學習 被沒收一戴的鏡子嘛 然後上學那個以前有髮鏡啊 對 那我頭髮就是有自然捲 所以我就這邊就噴髮膠 然後這樣弄在這邊 那時候很流行你知道嗎 不要再弄了 不要再弄了 那妳在洗那種 像古墨兩隻那種頭這樣子 然後弄成這樣 然後老師呢 上課的時候 每個這樣經過這樣 一摸硬硬的 拉著就去那個洗手台 然後就要沖水沖水 所以我就覺得 你們為什麼要禁止我 我噴那個超快的 我早上噴一秒我就出門了 我照鏡子 我只是看我自己有沒有很醜 所以我不能理解為什麼 不准愛漂亮 漂亮 打一支漂亮的球 妳靠漂亮嗎 孟希說 妳也漂亮啦 接下來 還有其他人也覺得不贊成 我爸說 我這個年紀不要太漂亮 因為會影響到那個念書的時間 然後有一次 我只是去外面剪個頭髮回來 他就暴怒 為什麼妳剪得很奇怪嗎 還是什麼 沒有啊 我就剪一般 像現在這樣子 然後他就很不覺得妳 花那個時間去理容院 坐下來洗頭 再剪 再吹 這好幾個小時 對啊 然後他就念很久 然後我想說那照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 這個應該是看個人耶 因為如果妳的時間 可以規劃得很好 或者是妳的成績真的很好 對 因為 你爸媽是不是就無話可說 會規劃時間人 他就是可以把自己 都打理得好好的 然後功課也好 什麼都可以 因為我真的 我那時候在國中的時候 我是自己寒暑假 我會畫那個時間表 對啊 我幾點到幾點我要念什麼 幾點到幾點我要做什麼 我中間休息半個小時 我中間休息半個小時 然後中間睡覺什麼 我寒暑假 我寫得清清楚楚 對啊 其實只要 所以我覺得應該 好像我愛漂亮跟念書 或是什麼 這好像不是畫得很好 但是我們這邊有非常反對妳的人 莎媽 來 請說 對 因為我覺得 小孩子愛漂亮 他浪費很多時間 在這樣子 整天都在這樣 然後整天都在這樣 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浪費很多時間 你將那些時間 你好好休息一下 或者看一下書 都是很好的事情 我覺得小孩 幹嘛弄得這樣子 我現在看有些國中生 他也年紀也毛 年紀什麼 看起來超恐怖的好不好 所以我一直都反對 我覺得小孩 純真就是漂亮 好 那浩然妳覺得呢 我是覺得說 當然愛漂亮 又會念書的人有 但是比較少 因為像我兒子 為什麼會剛剛沙媽講 浪費時間 我兒子每天六點十分 要上校車 但他為了愛漂亮 他要提早一個多鐘頭起來 洗頭 洗澡 抓頭 那妳變成說 妳六點十分上校車 妳睡眠本身 就已經不足了 然後妳要把睡眠的時間 拿出來整理妳的頭髮 而且每天回到家都會關心 頭髮現在怎麼流行 包括要剪個頭髮 可能禮拜六禮拜天 應該在家要念書嘛 他們就會同學開始打聽 西門町的哪一個設計師 剪得很好要排隊 然後就早早的 就去那邊排隊 就為了剪一個回來 我看不出有剪的頭 妳當然看不出來啊 對啊 而且妳知道 有時候花了錢浪費時間 然後妳真的看不出來 他到底剪了哪裡 他還跟妳說 剪很多 可是明明就跟出門的時候 是一樣的長度 他跟妳說 因為對我們不懂而言 看起來真的都一樣 對 我覺得他有研究 真的浪費時間 因為像我自己國中的時候 是那時候我們頭髮都會 就是喜歡麥當勞 然後到國三的時候 老師都說全班男生 那個時候嚴重 老師說全班男生都要替平頭 然後我們就本來是這種麥當勞 全部都會平掉 天啊 那自信心怎麼辦 對 我整整就是好幾個月之間 就是一種覺得很難過 我覺得我到哪兒 會覺得自己很自卑 可是全班反正都一樣啊 可是問題是 就覺得以前我們還是會偶爾這樣 就像一波都空的 然後就是 我不知道那一陣子 會影響到我自己讀書的 這種心情 根本反而更不想念書 可是我覺得這也很奇怪 就雖然那一陣子 大概有一兩個月的時間 覺得受影響 可是到後來接下來的時間 的確就是減少了弄頭髮的時間 然後也慢慢習慣 然後就真的後面變專心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觀念怎麼樣 來,請問秋希 專家 像剛才納豆講的 他很愛漂亮 你越不讓他打扮 他每天就在那邊焦慮 可是你讓他花一點點時間 當然浩然講的那個一個小時 又是青春期那個睡眠時間寶 那個是有點過了 我覺得有點過了 可是如果是適當的他愛漂亮 去關心一下這個資訊 可是做的時候會讓他心安下來 心情愉悅 對,他可以真的專心去念書 他不會有那種焦慮感 我覺得反而就讓他做吧 因為其實到這個社會上 念書總有一定會進社會嘛 到社會上一個人的外貌 還是很重要 而且有時候 其實出社會才發現 那個真的很重要 對,而且可能不是一兩天 可以養成的這種審美觀 我們接下來有一些觀念 也可能是我們長期來 就是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有醫師在現場 可以幫你解答好不好 好 我來出題來賓 請你們圈叉再舉一下 來,請問 長拉筋會長不高嗎 圈叉 長拉筋會長不高嗎 三個都打叉 因為我們常常說我們舞蹈戲 長拉筋睡會比較矮什麼這種 會這樣嗎 你也是打叉嗎 你也打叉 都打叉 不是拉筋才會長高嗎 好,這個問題我們交給黃醫師 很多人會誤會去學芭蕾 或學體操的人會長不高 因為他們常常拉筋 答案是錯 錯 是沒有影響的對不對 沒有影響的 盡量拉 盡量拉 但是不要運動傷害 是 很多學體操或學舞蹈的人 之所以身材比較小 是因為他常常運動傷害 好 所以他身體 他的那個生長版還沒有愈合 就常常受傷 看書比看電視更容易近視嗎 看書比看電視更容易近視嗎 全叉 所以你們打叉就認為 看電視比較容易近視 是嗎 對 因為看電視他會一直閃一直閃 看書又不會 對,而且是吧 對 看電視應該得到是閃光吧 電視還有輻射耶 看電視應該閃光 書才是近視吧 我不知道 近視看... 看書你要在三十公分的距離 你這樣看書誰不近視 看書我不知道 我們要知道這個問一下專業的 答案是 對 確定 對 就是說很多人都會誤會說 電視有輻射啊 所以特別容易近視 事實上看電視的距離 通常是三、四公尺 但看書的距離 再怎麼標準的姿勢 也是三十公分 所以對你的眼睛來講 看書的壓力 反而比看電視還要大 天啊,那好慢 所以看書... 所以他不要再... 不要再念書了 只要每天看電視 不是啊,用電視 所以要休息 不管你要看電視 就是不管... 因為很多以前家長就說 你不要再看電視眼睛壞掉 趕快去看書啦 對啊 結果是一樣眼睛會壞掉 所以重點是你要休息 你就算是看書 所以你都不能用這個當藉口了 應該就是說 看書看書要休息一下這樣 看電視看電視也要休息一下 都是要休息的啦 好,接下來請問 咳嗽不可以吃甜的 是缺還是差 天啊衛生潭 我也覺得是缺 對 這一題大家全部錯 因為答案是錯 如果咳嗽不能吃甜的 那為什麼我們的咳嗽藥水 是甜的呢 為什麼我們的川貝皮疙瘩 也是甜的呢 但是怕你吃不下去 才吃得太多 不是川貝皮疙瘩沒用嗎 可是我覺得 我今天一天感冒 去看醫生 醫生也是一直叫他 看玩笑的啦 而且咳嗽藥水 我們不會去喝很多啊 對啊 它只是為了讓它好吃 所以就加糖 事實上其實這個事情 當然以前我們大家都這樣認為 但是已經有一些研究告訴我們 其實那個糖分呢 並不會讓你比較咳 甚至會讓你的咳嗽的那種感覺 會壓抑下來 反而比較不咳 那很多人有一些經驗說 可是我喝了一些飲料什麼 我就開始咳啊 喝洋樂都可以咳 你造成你咳嗽有兩個 第一個是冰 如果你有過敏體質的話 你喝冰的 你會比較咳 冰的 第二個就是說 它裡面加的一些 人工的色素 人工的香料 那些東西讓你咳 所以如果你今天咳嗽的時候 譬如說你今天 沒有什麼人工香料 你就是把你的冰糖 或者是砂糖 泡在水裡面咕嚕咕嚕喝 其實不會有什麼感覺的 接下來請問一下 吃鈣片可以長高嗎 全差 謝謝 鈣子是骨頭的成分之一 它跟高不高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今天很多 已經有研究告訴你 補鈣補鈣補半天 最後它的身高 並沒有比童年年高多少 這第一個 第二個其實你仔細想一想 那個鈣子是讓 假設說我們真的鈣吃進去都吸收 這還是一個問題 到底有沒有吸收 也不知道 那如果真的有吸收到我們骨頭 它只是變硬而已 它也不會變長 就變你骨頭很硬 對 它也不會變長 所以跟長高其實是沒問題 那怎麼辦 要長高 要運動嗎 運動 睡眠 小孩長牙的時候會發燒嗎 選擇 好像有耶 我不知道耶 小孩長牙 我不知道 我們那時候太小 我都沒有啊 我長牙沒有發燒耶 對啊 我兩個小孩也沒什麼發燒 好 那應該沒有 所以答案應該是錯 錯 真的喔 對 所以大家都用個人經驗 在回答問我們 那的確很多人個人經驗說 我的小孩長牙的時候 就開始發燒啊 但其實那個是一個 時間的巧合 是錯的喔 所以有一次我小孩長牙的時候發燒 我都一直不帶他去看醫生 我也想到 所以河里亞院才發燒了嘛 就其實身體都感冒 因為長牙那段時間 他剛好是免疫系統 開始往下掉的時候 所以他比較容易得到一些 病毒感染或少的 對 那是巧合啦 好啦 今天其實真的有 非常多的觀念啦 就是說其實有些觀念 是錯誤的 那當然我們已經可能 也承襲下來了 那今天希望給大家一個參考啦 因為就算很多時候 我們知道這觀念是錯的 我們還是想要這樣教小孩 沒有辦法啊 對 有時候控制不住啦 對啊 所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對 大家一起成長 各位同學也不要看這一集 你看那個年紀小要談戀愛 年紀小不用讓 年紀大不用讓小 大家不用這樣好不好 不要以此為藉口 對 因為爸媽 旁邊會給你一些 好好的叫口好不好 好啦 今天謝謝所有的專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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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